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报》在台湾的分支也在五月份就已经停刊了之本 我回想起 从很多年前我在香港书店买了高华的延安整风那本书开始 香港出版的这些小报期刊就是我了解墙内贵匪高层政治密文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贵匪为了让西方看到香港继续伪装成资本主义自由港的样子 也一直对这些爆料他们各种丑闻与斗争的报刊争议之眼闭义之眼 直到最近几年有人捅了习维尼主席的情势 他才开始逐渐被收紧 我一直都对这些反共不反中 只喜欢爆料贵匪各种内斗 甚至还刻意把贵匪塑造成改革跟保守两派斗争的温和派中国人媒体感到相当的怀疑 为什么我对他们有这种观感呢 我举一部叫做《为了恩的日本电视剧情节》来做个比喻 这部《悬疑日剧》里面最狗血的一幕就是 剧中有一个频繁受到丈夫家暴的妻子 不断地向一个小清新大学生释放一些信号 希望有人救他离开这个家暴的家 剧中这个小清新大学生信以为真 策划了一场要带他脱离家暴丈夫的行动 结果最后三个人在纠缠之中 家暴丈夫不慎被妻子意外打死 最后妻子却讲出了惊人的事实 就是他虽然被家暴 但是跟丈夫却是强烈的情感相互依赖关系 根本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家 之所以向小清新发出求救信号 其实是为了让丈夫产生嫉妒 好让他远离其他女性 我看到这里顿时震惊地发现 这些所谓的民主自由加中华本位的爱好者 还有迎合他们这些爱好的媒体 跟贵匪的关系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中华交与贵匪 好像是知纳粹的表里两面 各自扮演白脸与黑脸 都是独派与真正自由民主的敌人 贵匪在扮演施暴的丈夫 那些民运分子和刘晓波 黎智英这些殉道者在扮演被家暴的妻子 但他们始终自认为是一家人 如果台湾主张我们根本不是你们这一家的 这个虐待狂的丈夫跟被虐狂的妻子 就会立刻一起攻击我们 所以我猜测 香港这些自由派媒体的背后 是不是也是白屈党在遥控 他们的作用就是伪装成 中国也有改革或和平演变的可能 现在贵匪正式宣判苹果日报的死刑 是否象征着维尼对白屈工作越来越不满意的一种惩治 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您会建议我们如何教育还在成长中的年轻人 看清楚贵匪跟他们的虐恋关系 趁早远离 不要浪费同情心 刘仲敬 香港是一个交错地带 它本来就像是以前的上海一样 是英美情报机构和中国地下党的一个缓冲地带 双方之间的活动本来都是有默契的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 他要做掉白屈党 表面上的原因都是次要的 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 白屈党现在花钱太多 跟紧缩开支的要求颇不适合 就从地下党自己的角度来讲 香港是一个颜色革命的前哨阵地 颜色革命是由民间团体 NGO媒体之类的复杂系统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 表面上的色彩不太重要 而分散性和多中心性才是它根本的力量所在 对付这种多中心性的网络 自己也需要有相应的类似配置 而相应的类似配置在双方相互交涉的过程当中 颜色会变得非常复杂 结果就等于是 白屈党自身也会变成颜色革命输入内地的工具 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干部输出资金 使资金在香港转圈 然后掉一圈输入的一个重要口岸 在这个过程当中 白屈党自身的组织会变成一个洗钱的工具 跟颜色革命的对手相互合作 合作和对抗变得不可分离 这种情况下 从党的角度看待白屈党 就有了嘉庆皇帝看待倭寇 道光皇帝看待十三行的类似的复杂感情 白屈党是双元的 所谓海一道祸国并民既是天子之难酷又是漏之之来源 白屈党既是红屈党渗透白屈 搜集必要情报和物资的渠道 也是改革开放干部腐败 资金外逃 跟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 合谋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个重大漏洞 只要香港还在的话 这方面的漏洞就补不上 两方面的作用到底哪一方面更大 随时随地都是很难判断的 但是直接的刺激因素肯定就是资金 要把白屈党的游戏长期玩下去的话 就要按照香港的游戏规则 推行相应的政党政治 建立相应的外围社会机构 具体的说就是中联办 民间联合公联会 这一系列一层一层套起来的团体 而中联办相对于香港工作委员会 就是因为在对付颜色革命的过程中 机构变得太过于臃肿 才最终丧失了党中央的信任 中联办渐渐变成一个操纵社会组织 和政党选举的工具 而它制造的民众团体 需要有大量来自中国方面的输血 才能够维持 向民间联就是一个超级花钱的机构 花了大量的钱 仍然得不到相应的效果 自然而然会使支持它的白屈党 在中国内部失宠 当时廖成志和饶张峰在活动的时代 华南分局或香港工作委员会的规模 是极小极小的 领导小组差不多像是越贡南方局一样 一辆卡车就能装下 总共就只有几十个人 就这几十个人操纵着华商报 以及从香港到印尼和马来的极其庞大的组织 而现在的中联办变成一个像孔子学院一样的 美拆肥鹊 大量的只想捞钱的废物干部 跑到香港来养老 像是满洲八旗进驻杭州一样 准备在这里过好日子 同时 大量的红色资本家 想要往香港输送内资 在香港把内资洗白 然后反过来以外资的资格 重新进入中国 当然还不用说 从中共系统内部出来避风头的人 像向心那种人 在官场中一度失忆 避风头避到香港来 或者是正式被整肃后跑到香港来转一个圈 这样一来 香港本身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肿瘤和漏洞所在 区议会选举和香港大游行 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个下定决心的契机 按照中联办和白曲党传统的工作逻辑 这是颜色革命的预言 是颜色革命输入到内地的准备工作 为了对付它 必须进一步扩大工作机构进行社会团体和社会团体之间的竞争 比如说福建黑帮打手的输入诸如此类的开支 又要变成一个常态性开支 这样的常态性开支 比打一场战争都还要打得多 另一种对付颜色革命的方式就是 越过现在已经是过于臃肿而不管用的白曲党机构 派遣新的工作组 新的工作组要像党过去的工作组一样 把现在已经过于臃肿 花钱太多 不受信任的白曲党抛在一边 直接受党中央领导 以垂直管理的方式下放到已经调配不灵的地方政府头上 以上方保健的资格 要像康熙微服私访那样 有自己的渠道跟中央联系 这就是洛惠宁他们和国安法的根本背景 国安法制造的是一个平行机构 平行机构的产生 就说明原有的白曲党的官僚化雍种机构已经不受信任 但是又不能够直接把他们砍掉 只有绕过他们像雍正皇帝制造军基础一样 制造另一个垂直管理系统 新的垂直管理系统得到中央的直接信任 旧的系统得不到信任 让新的系统来救场 把旧的系统控制不了的局势加以控制 加以控制的目的既是对外也是对内 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游戏规则 使双方既联合又斗争的局势告一段落 把颜色革命所依靠的那些主要窝点统统打掉 打掉以后 白曲党就没有借口依靠这些窝点的存在 给自己制造庞大的机构大量用钱了 同时依托于香港鱼龙混杂的特殊地位 进行外逃和撤资的各种漏汁 也可以借此机会赌上 这是双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把资金外逃和人事外逃的渠道赌注 另一方面把境外敌对势力和外围 NGO动员群众的几个窝点打掉 这两者是两位一体的事情 白曲党的游戏要得到开展 他们名义上的对手的颜色革命活动 对他们来说也是必须的 这样他们才能够不断的安插人和钱 这些活动机构当中 苹果日报算是其中之一 肯定就是在十年以前 或者更早以前 在2004年前后 颜色革命开始变成中国情报机构的应对重点的时候 香港的背景复杂的 跟多方面都有联系的可能的颜色革命窝点 就已经有继承的黑名单了 不过当时基本的对策 仍然是把香港作为灰色地带和掩护 在这里进行暗斗 不把暗斗送到明征的台面上来 而现在的政策改变就是 暗斗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我们的利益 所以要采取更加廉价而省钱的方式 廉价而省钱的方式就是通过进击 打掉对方的窝点 同时使我方派驻香港的白区党人员 失去白区党的基本功能 失去人事和资金的流量 变成一个干瘪的 蓝尾式的官僚机构 无需正常摘除 只要原先通过他的信息流量和资金流量 就此中断 然后他就会像曾国藩时代以后的杭州八旗一样 变成一个废物养老机构 他原先给共产党造成的问题 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苹果日报是一个灰色的窝点 通过他 在香港进行外围活动的共产党 其他派系的金钱 和从事颜色革命的敌对势力 团体的金钱混杂在一起 名义上反对国安法 和香港清华派领导人林郑月娥 这些人的斗争当中 没有被完全搞掉的党内其他山头 包括有一些红二代或红三代背景的 改革开放干部集团 向香港的游行群众输送金钱 跟境外敌对势力合作 这个才是习近平的心腹大患 理论上是敌对的双方 实际上在名义上相互斗争的过程当中 故意把事情做大 构成在党内对习近平不利的局势 这才是习近平需要及时收束的局面 而他派遣跟资本主义 没有直接联系的 没有白去工作经验的人 差不多就像是张经和朱丸 这样的钦差大臣难来 就是因为北京的皇帝 已经不信任浙江福建一带的巡抚总督了 这些巡抚总督跟倭寇 或者不如说是吴越走私商人之间 已经有了很大的利益勾连 皇帝正确地看出 倭寇的问题不在于日本人 而在于朝廷内部的腐化势力 因此 他必须派清廉正职的清流干部 没有在沿海地区捞过钱 刚刚到达沿海地区 还没有来得及培养盘跟错节关系网的 特派员和中央直辖工作组 来处理这些问题 在他们还来不及形成新的腐败势力之前 把吴越腐败势力的官场 市深 倭寇 走私商人的复杂网络清洗一下 这是对付倭寇的唯一可能办法 同样 沿海地区的官军也不能用 要从广西吊狼兵和吐司兵去对付他们 因为沿海地区的官兵 肯定是深度卷入走私贸易 而且从中分立的 像招商局 由东江纵队和南洋白区党脱胎而来的那些旧广东统战机构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主力 在这一方面扮演的是最可疑的角色 他们借助香港 以纯洁无害的民主小清新为借口 实行中外反动势力的合作 对习近平实行逼宫是非常危险的一步 像洛惠宁这样的人 所有的履历都在内地 在香港本身没有关系嘛 跟传统的白区党势力 彼此之间是极度和互不合作的关系 就适合于实现以打击倭寇为名 实际上整顿击中难反的吴越官场的真实目的 当然 按照民主小清新的叙事 这显然是中共专制势力 跟香港民主势力的一场斗争 但是实际上从习近平自己的角度来讲 不是用斯大林式清洗的手段 而是用比较传统的帝国式清洗的手段 类似蒋介石 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的手段 来搞定他在共产党官场内部的对手 不是彻底消灭他们 而是迫使他们退休收手 放弃他们的爪牙 这种临责徐氏的手段 是目前习近平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这些措施指向的真正方向 并不是香港的英美代理人 尽管打扫干净房子在请客 是一个必要的附带措施 肃清倭寇的走私船队 对于清洗他们在官场内部的接应人 也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两眼一抹黑 手头的人手也不多的内地干部 是没有办法进行工作的 但是 关上门的目的是为了 不让外面的苍蝇再进来 不让外面的苍蝇进来以后 家里面的苍蝇才比较好打 否则 如果窗户开着的话 一方面家里面的苍蝇不出去 另一方面 外面的苍蝇更多地往里面进 你在里面疲于奔命地打苍蝇 苍蝇是永远打不完的 打苍蝇的第一个前提 就是关门 现在这个措施就是关门 关门被解释为 针对门外的敌对势力的措施 但是实际上 至少在现阶段 它的主要目标是 门内已经飞得太久 太讨厌的一群大苍蝇 同时 在打苍蝇的过程当中 暂时还不要触动冰箱里面 那些正在腐烂的食物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北京那些甚至可能主要是 由红二代和红三代 组成的改革开放干部势力 才是他真正要收视的对象 收视的方式 就是要使他们跟国外的合作对象 和斗争对象相互隔离 使他们渐渐变成 没有办法再问世的退休老人 这等于是一个 阶级性的赵紫阳方式 把过去几十年 对待赵紫阳及其家属的做法 扩大到整个改革开放干部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身上 尽可能的隔离中外反动势力 实在隔离不了的情况下 就会发生一系列事端 比如说要抓几个加拿大外交官 几个美国NGO组织者 或者香港报刊杂志老板 但是这些行动本质上 并不是针对加拿大或者香港的外交行动 而是隔离北京那些不大险山咸水 但是经常在中外反动势力当中 牵线搭桥的前科势力 北京的改革开放干部 包括一部分 从邓小平时代就遗留下来 在党内有深刻关系网的老人 他们内部的关系是怎样操作的 他们怎样容忍习近平上台 以及处在被孤立和失势的情况之下 他们跟曹爽曹大将军还有多大区别 现在的局外人是无从得知的 他们肯露出头来的那些机构 都是比较浮面上的 例如招商局是他们在香港的一个重要据点 当然不是唯一一个据点 改革开放的主要企业集团 在这方面都有双重作用 一方面他们是匪谍机构 另一方面 他们也是颜色革命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反向机构 颜色革命要成功 在体制内是必须有内应的 内应的最好对象 就事论干部体系的来源是1978年以后复活的那些 以前在三40年代被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不太信任和整肃的南洋系干部 有南洋月桥背景或者东江纵队背景的干部 这些干部本身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体制内相当边缘 而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重新组合的机会 换句话说 以收买原先抱着怀疑态度 并不是他们自己人的党内大佬的方式 建立一个新的改革开放联盟 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 给原先的红二代当中愿意赞助改革开放的那一部分人 大量送钱 在招商引资的部门给他们的子弟安排美叉肥鹊 然后让他们带着钱和二奶之类的跑到香港 或者进一步跑到美国或加拿大去 置办豪宅提供一个腐败洗钱的机会 这一点就等于是双方共同合作 推行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 当然 这些人在知识分子方面 和在无产阶级改革开放资本家方面 都有自己相应的代表 而这些代表和他们运用的金钱 就是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 知识分子和新企业家 推行和鼓吹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力量来源 当然 他们跟美国全球主义者 和推行颜色革命的各种基金会之间 就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在香港 浮面上看起来显得像是斗争更多 但是在北京 情况就更像是 他们联合起来跟习近平和以往曾经出现的 各种反改革开放势力 反全球化势力的斗争 从北京的角度来讲 类似索罗斯这样 使混合资金流入内地从事 NGO建设 有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支持的集团 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全球主义者 插入到中国内地 在将来进行乌克兰式颜色革命的预备组织 但是 他们不能够直接被打掉 直接被打掉 是牵涉太大 震动太大的 如果打掉他们 在香港的联络人和背后的支点 那就像是切断章鱼触手的根部一样 章鱼触手前面的卷须 就会自动萎缩而死亡 像赵紫阳的老朋友温永熙 他本来在八十年代是跟王岐山一样的人 后来在赵紫阳垮台以后 他跟王岐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当然 这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他代表的是 在1989年以前 还大体上是一体的那个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联盟 发生了分化 他们都是金关涛的合作伙伴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 走向未来从书 严家琪和金关涛这些人 横跨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 大体上讲是他们这一拨人培养出来的 或者跟他们本来就是同一拨人 而王岐山最终变成了白屈党的一个干将 变成了习近平名义上的二把手 他当这个二把手 就像是张学良当蒋介石的二把手一样 蒋介石如果把所有的自己人都安插在重要位置上 那么他是统战不了国民党 更统战不了中华民国的 张学良代表着非国民党系 更不要说是非蒋介石系的中华民国各军阀势力当中的最大佬 有张学良倒向蒋介石 那么严西山和冯玉祥就闹不了大事 因为张学良在他们后面看着他们 也只有张学良当了副主席 北伐实现不了的军事目标才能够通过统战实现 王岐山在非共产党系 更不要说是非习近平系的白屈党 无产阶级资本家和中外反东势力当中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像张学良一样 他的辐射能力能够达到美国的白屈党 以及跟白屈党有深刻联系的 企图在中国赚钱的像保尔森这样的美国全球主义者 因此在抗战正式爆发以前 张学良一定是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和未来形成以后的副总统候选人 如果不发生西安事变的话 他这个位置是打不掉的 这跟蒋介石与此同时不断地企图剪除张学良的羽翼 打掉他的军事基础是不矛盾的 如果蒋介石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的话 他其实不会拿掉张学良 只是会把东北军渐渐裁光 但是张学良本人肯定是要当一辈子副总统的 不这样做是压不住场面的 王岐山、白曲党、改革开放干部这个混杂的联盟 我们要注意 我虽然把他们说在一起 但是他们不是自己人 他们相互之间是斗得很紧的 就像是在张学良的覆盖之下 严锡山和冯玉祥跟东北军旧部彼此之间也是敌人 他们虽然都是反讲势力 而且也不是国民党的嫡系 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党外势力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是敌人 有张学良在就能够压住他们 张学良一方面作为国民政府的首席统战对象 统战党外和各种反讲人士 同时张学良也利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威势 来镇压严锡山、冯玉祥和蒋外各种势力当中的敌人 如果他跟蒋介石不结成联盟的话 他不一定能够镇得住冯玉祥和严锡山他们 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和中华民国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以后 他的地位就显得比严锡山和冯玉祥高一级了 在党外势力内部争夺资源的战斗当中 他因此而占了上风 所以他跟蒋介石是各取所需的 王岐山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而王岐山和张学良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他们的出身是非常重要的 王岐山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普遍怀念 包括香港的粉华势力非常怀念的那种 1989年以前改革开放小清新联盟还存在时期的清流代表 这个出身是他能够发挥这个作用的关键所在 当然他发挥了这个作用以后 他自己就黑了 他自己就做不成清流了 相反 他会是党内的第一号腐败势力 而白屈党和中外反动势力合作 也就不再像是1989年以前那样 好像是反对苏联 为民请命 是全世界民主势力在中国的一个代表 而变成了美国腐败势力和中国腐败势力相互合作和勾连 玩弄黑钱的一个机构 自身的形象完全败坏了 当然 这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 但是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 也是他所属的那个政治集团需要有他这样一个代理人的结果 当然 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代理人 就是翁永熙 翁永熙在赵紫阳倒台以后 在1989年以后 已经变成两面不讨好的 赵紫阳式的那种党内开明派和党外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推动自由民主的一个小小的象征物 他像佛像一样被供起来 留在北京 等待各方舆论领袖和民间势力去朝圣 这个一方面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他和王岐山共同所属的那个政治集团的需要 他们既需要像王岐山这样掌握现实政治资源的人 否则没有办法运作 另一方面也需要像翁永熙这样的人 能够保持一点点80年代比较青年的改革开放干部的形象 还能够吸引民间势力 一方面是发挥统战作用 另一方面是发挥招揽豪杰的作用 双方之间是一阴一阳的关系 8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干部不再有柯云露血 新兴那个时代好像是为民请命的那种角色 而变得像是李鸿章时期的招商引资干部一样 无非就是跟洋人打交道 当洋务派是一个很发财的渠道 自己变成一个捞黑钱的角色 跟他们相对应的知识分子 由民主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 其实也就是委婉的暗示了 争取民心这件事情现在要放下了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干部 从邓小平的角度和党内纪律的角度来讲 就是要通过争取民心破坏党内纪律 对党内元老两面三刀 真实目的是逼宫 从事这种阴谋的人像他们的大佬赵紫阳本人一样 在民间要有一个好的形象 当然 好的形象也是知识分子合作塑造出来的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手下的人确实捞钱也捞得太多了 而90年代以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不再企图争取人民 强调要自由不要民主 对应的就是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干部要像李鸿章时期的招商引资官员一样 首先要肥了自己 以赎买方式 把尤其是掌握兵权和党内原有核心信任渠道的那些红二代和红三代 收买过来一部分以此作为自己的护福实现中外反动势力的连结 相应的国内思想界引入了保守自由主义 外围知识分子不知道门道 只知道有些大佬在引进哈耶克 保守自由主义的引入背后是有政治背景的 那么多西方思想家 论分量好像也都差不多 谁谁谁突然被开了进 这就是一个放开意志之手的问题 那么多人反正按照原教执主义方式来讲 全都是敌对势力 八十年代我们松一松手 开了这拨人的进 九十年代我们松一松手 又开了那拨人的进 开谁的进 其他人为什么不开进 那都是有讲究的 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开的那些进 导致了民主主义徒子徒孙的繁荣 九十年代开的那些进 导致了自由主义徒子徒孙的繁荣 徒子徒孙和小角色 比如说像当时的我老人家本人 完全不知道上层大佬在干些什么 只觉得不得了了 先进的思想被引进了 而我拿着这些先进思想 在我的圈子里面装逼 显得我也十分先进 其实你拿到的都是别人漏了好几层 才漏到你这里的东西 因为你所在的地方属于食物链的下层 而食物链的上层就是翁永熙和王岐山这些人 简单粗暴的说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干部 和九十年代的招商引资干部 分别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舆论界产生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 根本动力所在 而这个根本动力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一个局 像王岐山在白区和红区的各种活动 就是能够把包括一部分美国资本 一部分香港资本的共同推进全球化的势力 整合起来 构成他在体制内的势力 同时 他也是体制渗透境外 在境外取得资金和技术 所不可缺少的操板手 这两种作用 对他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就像是 晚清的官员看得出 北洋舰队和洋务运动是李鸿章的左右两手 依靠洋人的势力对付朝廷 同时又依靠朝廷的势力对付洋人 使得洋人觉得他是不可缺少的人 朝廷也觉得他是不可缺少的人 他就依靠这种手段 能够变成晚清官场第一人 能够混几十年 只要战争不正式爆发 同时 大清又不回到闭关自首的局面 换句话说 既不能闭关自首 又不能直接决裂 就是在胡锦涛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 最强调的那四个字 斗而不破 破了 李鸿章那一只手的北洋是顶不住的 你彻底完蛋 包掉黄马挂 一切付诸东流 但是不斗又不行 如果不斗的话 直接像香港那样做了殖民地 要你李鸿章做什么 就是要维持这种半殖民地状态 又要斗 但是又不能真正撕破脸 在这种情况下 李鸿章是双方不可缺少的人 王岐山就是在这种时代充当他们的主要代理人 当然 李鸿章在晚清的形象是不好的 所以就需要有翁永熙这样的人 看上去像是被迫害的人 看上去像是因为地位较低而可以自由活动的小赵紫阳 可以把境内的各种民间适合统战的势力吸引到这个集团的外围来 使他们大体上做到方向一致步调一致 这样 境外和境内的各种势力 假定的改革开放势力及其同盟者步调一致 在将来的必要时刻就可以理应外合的逼宫 使改革开放派和中外反动势力实现中国的改革开放 这个改革开放是包括共产党改革派在内的 不需要根本上更动体制 只需要把共产党又包含了很多顽固分子、反动分子、敌对分子 像薄熙来那样的人的共产党 变成一个由改革开放派执政的共产党 这个共产党将会跟美国全球主义者和全世界的大中华主义者合作 实现赵紫阳时代的未经之业 当然 这样一个事业对于习近平和无法通过招商引资 捞到好处的内地干部来讲 跟颜色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而且他们也正确地预示到 这个集团要最终胜利的话 最终不能完全依靠官场斗争 最终仍然会像是赵紫阳对付邓小平那样 要叛党 要对党内元老和忠心耿耿为党办事 却捞不到好处 最终还要被出卖的大多数共产党干部 尤其是内地干部 使用知识分子动员和企业家动员的类似手段 因为这些人现在还在沦陷区活动 所以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 名义上是公益性活动 但是实际上 出钱的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财的 而且经常游走于中美之间的红色资本家 幕后开绿灯的放行者是改革开放干部 包括跟王岐山关系颇为密切的那些人 当然 他并不是唯一的系统 这些系统又产生出政商学结合的一些知识分子团体 产生相应的市场运动 这就是一个非常瓦房电板的乌克兰颜色革命的雏形 他们中间出头出的比较多的那些人容易受到打击 而留在幕后的这些人就包括翁永熙 一方面 翁永熙坐在北京 什么也不动 另一方面 广东和福建的招商引资干部 把他们在南方活动有改革开放成绩的一些优秀干部和舆论领袖 不断推荐到北方来 又把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送到香港和境外去活动 这就是一个交流渠道的问题 有朝一日 这样的交流渠道会发挥适当作用的 香港就是这样的交流渠道的一个重要中间节点 从挽救党的习近平集团的角度来看 这样一个像巨大的蜘蛛网一样活动范围横跨美国 香港 北京和党内很多重要机构的集团是必须要谨慎处理的 要直接发动斯大林市的大清洗 对党来说也是伤筋动骨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他们出身的不同 能安置就安置 能切断就切断 打击最好是精准打击 重点打击 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目的主要在于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络途径 而切断联络途径以后 原先的联络途径联系在一起的 被隔在沦陷区的这一批人 就可以分别隔离处理了 比如说像对翁永熙这种人 我们可以禁止他出境 把他周围的人换一批 像对赵紫阳那样 把他软禁起来 像对王岐山这种人 就可以用对张学良类似的手段 对他周围的机构掺沙子 需一部分翻换一部分自己可以信任的干部进去 对于他们网络的那些企业家和知识分子 那就要采取又打又拉的做法 一方面将来做绝了以后 你们真正的前途 无非是光着屁股到美国去 以后就再也没有钱进账了 你们在美国也不会混得有多好 因为你们的钱就是通过这些渠道来的 还是适当的进三步退两步 让我们训练你们一下下把你们的美国联络人什么的稍稍抓上两三个 给你们适当的警告 让你们去搞公益性活动 修理沙漠 救济沉废病人或者干什么活动 你们只管干就好了 这是帮助我们政府减轻负担 有些不能理解的基层土鳖干部把你们看成敌对势力 但是没关系 他们闹不出大事情来 在北京这个层面 我们还是可以保一保你们的 但是搞颜色革命 茉莉花革命 或者诸如此类的那些人 我们也要适当收拾一下 就像是蒋介石对付张学良和严西山一样 不要忘记 我们军统的人就在你们身边 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你们死得不明不白 我们是要用你们的 我们不是要像列宁同志那样把你们干掉 而是要像希特勒同志对待克鲁波冰工厂 和德国那些企业家一样 不要误会 你们的能力是我们重视的 你们的资源和技术 是我们第三帝国要一直用的 我们在党内给你们安排了适当的地位 但是我们也不掩饰 你们不是我们纳粹党的自己人 而是前朝留下来的 或者一己势力留下来的 跟英美帝国主义 还有商业上和各方面的亲密联系 所以我们是要对你们进行监视使用的 不会像是列宁那样抢光你们的全部 但是我们会派党委书记和先进分子去监视你们 在你们走偏的时候 适当地敲打你们 但是在敲打的过程中 不会动你们的钱 这样你们就有盼头 你们的钱是从沦陷区来的 为了这些钱的缘故 你们不敢离开沦陷区 而且还会在沦陷区之外活动的时候 听我们使唤 对知识分子就是切断你们的境外联系 让你们乖起来 但是同时在体制内给你们安排出路 这样你们的才能就渐渐可以为体制所用 习近平政府现在执行的是这样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要执行的好 就要精准打击 打击若干重要环节 断绝三心二意的两面人 指望境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幻想 把他们分别拆散 为自己所用 同时在境外还要留下他们的处须 是他们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崛起继续服务 这个政策要操纵起来 难度是相当大的 大部分步骤其实只是一种理想 真正要执行起来的话 习近平手下能够依靠的 实际上只是他在浙江福建官场混出来的那些同事 以及在他上台以后 在他身上看到希望的人 就像是在蒋介石身上看到希望的蓝衣社 和那些穷困潦倒的小资产阶级青年黄汉分子一样 军统基本上是后一部分人制造出来的 军统在华北和上海各个地方活动 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 在他们看来 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爱国者的领袖 和跟他们自己一样穷的穷人的大救星 有钱人是谁呢 上海的资本家和华北的军阀 这些人在北洋军阀时代都已经捞够了 而且跟地方实力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出于既得利益的缘故 不愿意跟日本人翻脸 所以我们必须制造各种事端 必要的时候杀他们几个 切断他们跟日本人的联系 迫使他们不得不忠于蒋委员长 而蒋委员长对这些人也是利用的 必要的时候也会牺牲他们去讨好那些军阀 跟那些军阀重新合作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也是很值的 因为他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人 戴宇农招他的特务跟宋子文不同 有一个基本特点 就是要招没什么钱的 没什么阶级地位的江湖人 根据他的逻辑来说 老英肯抓兔子 就是因为他没有吃饱 吃饱了他就不肯抓了 宋子文建立美国市的警察机构 基本原则就是高薪养莲 要让英美留学生主持他的机构 要让构格的技术官员来主持他的机构 多给他们钱 当然 他可以通过上海的税务和银行家搞到钱 从戴宇农的角度来讲 你这样搞出来的机构 跟中国社会肯定不搭界 他无法深入江湖社会当中 要深入江湖社会 就要按照江湖社会的原则 非但不能高薪养莲 连他们本职的工资都不能发给 要发给任务津贴 完成任务才给钱 同时 让他们对蒋介石 抱有一种单方面的崇拜和信任 必要的时候 在政治形势不对 我们做得太过火的时候 让蒋介石拉出去杀头 以便比如说讨好于汉谋 或者讨好宋哲元 你们要宁死而不毁 蒋委员长杀了你们去讨好这些军阀 但是你们同时也要看出 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领袖 他现在做这些不得已的妥协都是为了中华民族 你们为中华民族而死 就像是过去的忠臣为皇帝而死一样 是死而无憾的 我们军统的人就要有这样赤胆忠心的精神修养 才能够完成任务 而蒋介石并不知道 戴宇农也不知道自己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会有什么结果 等于也是试探性的 如果采取的行动成功 他就可以趁机把这些军阀进一步压制和收编 如果形势不利 他就要把戴宇农手下的人拉出来当替罪羊 向军阀表示 其实我还是为你好的 我是宽宏大量的 而他手下执行他任务的这些 原先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和江湖人就要看到 是为之急者死 我原先是一无所有的人 蒋委员长肯用我用到这个地步 我死了也值了 下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如果蒋委员长出卖了我 让我去死 我也不会怨恨蒋委员长 做到这一点以后 他才能够执行任务 习近平目前手下的班底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自身的派系是极其薄弱的 他主要是打掉了其他派系的很多人 但是他新招来的这批人 跟他自身的联系是非常少的 尽管他像薄熙来一样强调老列宁党人和过去的红色子弟复辟 但是实际上跟他作对 至少是有阳凤因为成分的改革开放干部 在党内也有相当多的红二代子弟 为他们暗地里撑腰 这些人是他投鼠忌器 很难打掉的 目前采取的措施只能是隔离 而他提拔的这些新进的干部和新军 自身在党内的资历并不很足 所以他采取的措施才会是具有非常浓烈的蒋介石风格 就是说使用一个我们都不能反对的大一名分 粤军并不反对中华民族崛起 他们就像是爱国者对华为一样 我们都是口头上支持 谁知道你真的去买华为的产品 就有一个傻逼真的买了华为的产品 发现他不好用 然后就开始抱怨 结果其他人对他说 我们只是口头上支持一下 谁知道你真的去买 粤军的原则就是 事实上要跟松井大将发生关系 而且要使用日本武器 但是场面上要通过胡汉民这样的政治代理人 严正的谴责南京蒋介石政府 没有做到搅供 抗日 团结三大任务 也就是说 他骂蒋介石 抗日抗得不够 应该抗得更够一些 而他自己同时却在拿日本人的钱和武器 这个就是改革开放干部现在的做法 因此蒋介石或者习近平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 老子就真的把事情闹大 真的让日本人打过来 等到日本人打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一面拿着日本武器反对我 一面口头上骂我蒋介石不抗日 他妈的 我在拿着苏联武器准备抗日的时候 你拿着日本武器跟我作对 而你还骂我 抗日抗得不够 世界上还有比你更虚伪的人吗 不过你这种虚伪的意识形态也有一个办法好破 你不是要抗日吗 我就杀几个日本人 让日本人兴师问罪 打到你老人家地盘上来 好 你就他妈的去抗吧 不是你自己要抗日的吗 这就是你自己要求的对不对 习近平为什么要搞中华民族崛起 除了他自己私下方面的背景以外 也是因为他的博弈环境跟蒋介石非常类似 他的真正对手是像粤军和西北军这样 阳奉阴为 因一套阳一套来算计他的政治集团 你们是靠什么吃饭的 你们不就是靠中外反东势力勾结来吃饭的吗 但是你们制造舆论的时候 你们还说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很好 我就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下下 让你们跟帝国主义势力做一个正面碰撞 做了正面碰撞以后 你们自然而然会被我绑架 你们的所有资源都会为我所用的 这就是习近平搞这些事情的根本动机 他自身在党内和国内的派系势力 如果不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两大体系之间的对撞的话 是不一定能够搞得赢这些派系的 但是一旦局势演化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帝国主义国际体系之间的两面碰撞 那么粤军 晋军和西北军这些人 只有含泪献出自己的资源 投入抗战的事业 你们自己本来存的私房钱 像你沿西山的黄金 存了几十年 存的比我还要多 一旦抗战爆发的时候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都拿来为抗战事业使用 除此之外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拿到这些黄金 严西山不是搞两面政策吗 你跟各方面都有联系 企图搞多边中立政策 一旦战争正式爆发 变成全面战争 你就中立不起来了 你的全部资产 自然而然会被我全部抄没 而严西山很遗憾 他对付这一招 唯一的手段就是直接了当 宣布禁国独立 禁国独立 而且在苏联 日本和中国之间中立 他的资产就可以得到保全 但是他跟国民党是藕断丝连的 他也舍不得他是辛亥革命元老 和东京同盟会重要骨干人士的身份 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资源 通过国民党 他可以唠叨很多 他舍不得 照他的想法就是 国民党还不至于这么蠢 真的有本事 敢去跟日本人开战吧 只要不正式跟日本人开战 他就可以两头吃 没想到蒋介石真的做到了 当然主要是利用共产党 真的跟日本人开了战 于是 阎西山只有含泪交出他的黄金 以后禁军就一蹶不振了 改革开放干部就处在跟阎西山和于翰谋 完全相同的生态位 对付习近平的唯一办法就是 老子不要说是不做国民党军阀 连北洋军阀也不做了 我就做大越国或者大靖国的开国元勋 看你能怎样 但是 他们不仅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 而做不到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 他们赖一起家的干部班底 也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的路径依赖 使他们难以逃脱蒋介石和习近平的毒手 他们能够做到的极致 就是搞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反蒋 在蒋介石时代 比如说让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出头 要训政还是要民主 发动知识分子运动 跟企业家相互联合 形成舆论声势 跟党内的反蒋派系和反蒋军法联合起来 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吗 当然不是 是一个列宁党国家吗 不是不是 我们只是一个实行训政的民主国家而已 训政训了多少年了 有完没完 我们查一查孙国父的言论 我们要训多少年来着 哪一年到期 国民大会开不开 如果国民大会要开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派胡适同志代表 这个形象极其纯洁 不像是宋哲元或者于汉谋那样 看上去像救军阀势力余孽的人出来 代表我们竞选 选胡适作为行宪以后的中华民国总统 让你亲爱的蒋介石回家去休养 这就是我们的伟大路线 这条伟大路线要求我们适当地运用帝国主义力量 证明蒋介石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军阀 你折腾了那么多 比起袁世凯和吴佩孚来说一点也不更强 但是我们可不能真的打起来 真的打起来的话 蒋介石真的变成民族英雄了 那是不可以的 保持这种状态 跟帝国主义时不时闹一下 但是同时又要跟帝国主义合作 利用帝国主义势力来强迫蒋介石行线 按照这种逻辑形成的联盟 才是习近平的心腹大患 他要破掉这个联盟 就是要让你这种李鸿章式的洋人和朝廷之间两面吃的逻辑玩不下去 你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是 我就直接了当跟帝国主义打一仗 就自然而然实现了绑架你们的目的 跟帝国主义发生冲突 第一个焦点就是两属地区 像过去的上海一样 既是英国的国土又是大清国的国土 香港既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自由港 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 它就是相当于1932年128事变发生时期的那个两属地区 是最适合制造事端的地方 首先我要让手下类似军统这样的没有经验的内地干部 去破坏白区党跟敌对势力实行的那种 双方有一定默契的小不武去抓书店老板 从白区党的角度来讲 这简直是蠢到家了 从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来讲 都不应该这样干 我们要打反党分子 好 我承认你要打反党分子是对的 但是一个卖风流运势的小报 或者毫无政治能力的书店老板 算什么敌对势力 敌对势力有这样的吗 他无非是想编造一些大人物的风流运势 给自己赚几个钱而已 你这样一逼他 他本来不是反对派的 反而变成真的反对派了 而且其他真的反对派 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黑我们党 你太愚蠢了 说这话的人不是我 而是改革开放干部当中的一个红色子弟的大佬 我不说他的名字 他是深圳和香港方面 从事改革开放工作的 很多招商引资企业的幕后主持人 在习近平干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对习近平表示极大的不满 当然 这个极大的不满 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们是开明人士 共产党能够得以生存 没有像苏联一样垮台 是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共产党 而不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 中外反动势力 你们要放心 我们这个共产党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 我们是改革开放党 不是真共产党 而习近平的做法 把我们多年的工作都给破坏了 你太蠢了 但是毕竟我们都还是中国人对不对 无论你们是反党势力 还是党内的各种势力 包括习近平在内都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只是好言相劝而已 这是他们的基本立场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